这是男孩第一次杀人 然而他内心毫无波澜 嘴角反而难以抑制心中的狂喜 随后抄起路边的事 他八年期间狂杀19人 类似寄居蟹 不断寻找新的外壳 以被杀之人的名字 夺取身份在世间游荡 直到母亲发现了他 小帅几乎没有偏刻赢 杀死母亲并拧下他的脑袋 因为从出生那刻 母亲便从未尽过半分责任 将他关进暗无天日的地下室中 为了摆脱原生家庭 他开始不断策划杀人 制造自己的假死 逍遥法外存活至今 而那个想杀他的男人 不过是帮小帅偷画的窃嘴 从设计当初 小帅便想好了 让他当替罪羔羊 而这一切 在他眼中 不过只是调戏警方的手段 没想到的是 负责调查的警方 而这件丑闻 让小美只能被迫停止 然而麻绳专挑戏处断 命运专挑苦耐人 那一夜的春宵 让他怀有身孕 未免被人够病 小美搬到乡下独自居住 转眼几个月过去 万万没想到 小帅请再次找上门了 两人本就实力悬殊 加上小美怀有身孕 她自然不是小帅的对手 小美不得不答应乖乖照做 眼看她屈服 小帅便觉得无趣 超级剪刀 然而就在她洋洋得意至极 小帅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原来小美根本没有怀上身孕 而这不过是她设下的圈套 影片至此结束 本片情节紧张悬念叠出 确实称得上是一部悬疑佳品 在两名性感游物的极限拉扯间 一切又显得恰到完美 有兴趣的小伙伴 建议直接一部原片